第十七天 持守对圣洁与纯正的喜爱 主啊 我祷告求你充满 使他心中对你的爱 远远超过对其他任何人事物的爱 帮助他尊重敬畏你的律法 并明了律法的存在是为着他的益处 愿他清楚地看见 当人不顺服你的律法时 生命便突然无用 把你的话藏在他心里 好使他不再被罪吸引 我祷告他能逃离一切的罪恶 不纯邪恶的意念 言语和行为 使他能清净一切纯正而神圣的事物 让基督在他里面成行 使他愿意寻求你圣灵的大能 帮助他行事正确 你说过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见神 愿那清洁而渴慕圣洁的心 能表现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 同时也彰显在他的外表上 我祷告使他的衣着 发型 身体面容的打扮 都能反映出他对你的敬畏 并渴望能荣耀你 若他在何处偏离圣洁的道路 带领他悔改 并用你洁净的大能 在他的内心和生命中动工 赐他悟性能明了 纯正的生命会带来完整与祝福 而这祝福中最大的赏赐 乃是能看见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